那老师我找不到那视窗在哪里 其实它在window视窗里面 像我刚刚关掉的是source monitor 然后把它打开它就回来 然后我又关掉了program的monitor 我把它打开就打开来 那因为怕大家找不到嘛 像我刚刚这样关掉了 那你要把它找回来呢 window workspace 然后选edit 然后再把它做一次reset 就是重置现在的工作区 你说好 那它就回复了 OK吗 工作区的部分呢 操作一次 因为有时候你用就找不到 你就是工作区回复就可以